嗨 大家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拍开箱影片 这次去了桃园的华太名品城 然后本来是没有打算拍这支影片 但是后来逛完之后 发现这次的收货还蛮多的 然后买的都很划算 想说拍一支影片分享给大家 我这次的购物商品 我本来这次去呢 是只想挑一双好看的凉鞋 但没想到 到了之后进了第一家店 就是这一家 他们家就是摆了很多凉鞋 然后都是我喜欢的那种 所以我就在他们家直接买了两双凉鞋 首先第一双呢是这个 这双就是我一直在找的这种透明凉鞋 它就是穿起来之后 你的脚背会露出来嘛 所以视觉上看你的脚会更显长 然后它本来的价格是 差不多11000 然后本来是打5折 但是后来结账的时候呢 就是有发现它这个缝的 这边的那个缝的线呢 就有点掉了 所以就是店员说 本来是打5折变成4折 买给我 然后它穿起来呢 这个脚底的部分也蛮有弹性的 所以穿久了也不会痛 然后第二双呢 然后是韩国的牌子 是不是很可爱 它的颜色我觉得很好看 就很适合夏天 然后配洋装也好看 然后配个牛仔裤也很好看 它的价格呢 是本来是差不多14000 然后也是本来是打4折 打4折 然后后来它也是就是有这边有一点点脏 然后就是怎么擦都擦不掉那种 所以也是变成3折 所以大家去那个华太民品城 结账的时候要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那个商品 如果有什么水伤之类的话 有可能会更便宜买到 然后当时他们家还有那个做活动 说买到1万块的话会再便宜1000 所以我就又在他们家买了 挑了三件T恤 首先第一件是这个 它这个颜色像灰色 它有一点点带那种蓝色的感觉 然后它的这个logo很可爱是不是 我觉得蛮可爱的 然后它的那个材料也很舒服 然后后面是这样的 这个价格本来是2680元 但是我忘了也大概就是打5折 或者6折4折吧 然后第二件是这个 前面是这样子 然后后面这样 它前面是有这个字的 穿起来就像这样 我这两双两鞋都很适合穿白色T恤 这个价格它是本来是差不多3000 然后有打三折 好 最后一件是这个 然后后面是长这样 价格是本来是4000 然后也是差不多打5折 那接下来就是精品时间了 我这一双两鞋都很适合穿白色 我这次在他们家买了一双凉鞋 然后一个包包 先给大家看一下在黎鞋买的凉鞋 这一双它是银色的 我觉得银色也很百搭 然后又觉得又蛮夏天的 然后这个鞋子呢 是我大概5、6年前吧 在日本就有买过 然后当时买的颜色是这个颜色 然后当时呢我就超喜欢这双鞋 然后就已经把这双鞋就已经穿得很脏了 但我后来去店里找 已经没有在卖 然后这次去华台名品城 又跟他相遇了 所以我就决定买下它 因为其实日本女生是蛮在意身高的 在日本是蛮流行这种厚底的鞋子 鞋跟的部分啊是这种 这个鞋子呢 本来价格是3万 然后打6折变成差不多1万8 好接下来就是包包 我之前呢是没有买过黒的包包的 因为之前都觉得他们家的包包 蛮少女感的 就觉得不太适合自己 但是这次买的这个包包 它是因为我最新很喜欢这种草边的 然后它草边然后这边但是 是做皮的 然后它里面有带一个背带 它的背带也是就是可以调整长度的 它的背带是这样 可以就是拿扣下来 这样可以就是调整调整长度的 然后它我觉得里面也算蛮能装的 手机还有钱包可以放进去的 还有蛮大空间的 这个包包的本来价格呢 是4万6千多 然后打7折变成3万2千元 还有这次买这个包包的原因是 其实我的包包很多都是那种皮的 或者黑色的 因为之前都住在日本嘛 就觉得夏天就那么几个月 还是买那种皮的 黑的比较百搭的包包 用性比较更好一点 但我觉得台湾夏天很长 所以买这种比较有季节感的包包 也可以用很久 好那这些就是我这次买的 全部的商品的 我觉得桃园的那个华太名品城真的蛮好逛的 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 几乎都没有去过那个日本的奥特列都 因为之前是住东京嘛 然后去日本的那个奥特列都的话 开车大概好像一小时左右 我好像只有去过一次 但是这个桃园奥特列都的话 从我们家住在板桥嘛 开车去大概是40分钟 我觉得也没有很远 但是也不是每次去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 但是我觉得也还是很值得去 因为它是户外型嘛 然后我们家现在也有少爷 就是天气好的日子 大家去那边走一走也很舒服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 那就下次见咯 拜拜